HELLO 歡迎收看開箱不卡卡 今天我們要來進入的是五月份的呱呱樂 今天我們要來進入的是五月份的呱呱樂 那因為下禮拜就是端午節了嘛 所以選了這一款 非常應景的歡喜慶端午 那這一款是200元的呱呱樂 它的中獎機率大概是33% 好的那接下來端午節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 應該都會吃粽子吧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鹼粽 就是可以冰冰涼涼然後沾蜂蜜啊 或是沾糖吃 那我覺得這一款呱呱樂的封面 長得超像簡縱 就是用這個金黃色的感覺 然後非常的可愛 好的那我們就話不多說啦 今天隨機到的號碼是7跟11號 感覺好像在幫便利商店宣傳一樣 好那我們就直接從7號來開始 Lucky7 我們來刮這個任意局 刮出三個相同符號 就可以獲得該局獎金 哎呀 第三個不一樣 接下來是金元寶 第二個就不一樣了 你就不用再刮了 然後又是一個金塊 兩個 哇 第三個也不一樣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刮這個一番 兩電眼區 刮出一個金額 即獲得該獎金 0 哇 這裡看到一個代碼N 是不是沒有希望了 OK 接下來進入你的號碼跟 幸運號碼 好像應該先刮幸運號碼 15 20 第五號 哇 糟糕這個N真的 感覺好像不太妙 我們的Lucky7 17 12 24 哇 27 哇 不是沒了嗎 旁邊還有一個 欸 可惡 旁邊這些小塊是裝飾用 哇 我們就刮完了 哇 果然沒有中獎 一看到這個N就覺得 哇 有點不妙喔 好啦 先來刮乾淨 好的 這張沒中的代碼是NH跟E 那接下來我們就只好 進入我們第二章的ELEVEN 我們的7 沒有中獎 接下來進入ELEVEN 好 那我們直接刮這個一翻兩燈眼的區域 喔 喔 那好像不用刮了 哈哈哈哈 因為應該就只會中200耶 好啦 那還是刮一下 順便跟大家閒聊一下 好了 大家端午節 會不會吃一堆粽子啊 因為 我就是 從小阿嬤會自己綁粽子 然後她每次都會準備 超級無敵多粽子 所以我那天看到一個梗圖 喔 沒有200 這裡又有耶 好像是第一次這樣耶 哇 哇 酷 酷喔 我們來看多少千 200 欸 那這樣這裡會不會還有一個 我覺得好像有機會 可以耶 那今天我們至少已經回本了 OK OK 這個 哇 這個粽子讚讚讚讚讚讚讚 果然是長得像簡重的超可愛粽子 她當然一樣來看幸運號碼 剛剛說到梗圖嘛 就是 喔 29 這好像是29耶 喔 喔 喔 哇 好久 好久沒有獲勝了 之前頂多就是打平而已 哇 好久沒有獲勝了 可以 可以 會不會每個都是15跟9 哇 哈哈 最後 最後 哇 我終於選到一張對的呱呱樂了 15 哈哈 哇 這感覺真好耶 應該 感覺應該是每個號碼都有中獎 喔沒有啦 這邊就是20 我還以為會是整張都中的那種 剛剛說的梗圖是那個啊 就是有人說 班五節到了 就是要 三餐吃肉粽的季節到了 然後我覺得這梗圖真的一點都不誇張 因為就是每次阿嬤如果做太多粽子的話 真的就是要三餐吃才吃得完 好啦 那我們在閒聊過程中也刮完這一張刮刮樂 哇塞太扯了 哈哈哈哈 哇 我們差不多一千塊耶 一千塊耶 一千塊耶 我好像第一次在這個每個月的刮刮樂企劃中到這麼多錢 然後是用200塊的刮刮樂中到的 哇塞 好的那經過今天我們中了一千塊之後呢 我們的累計花費金額往上加四百元來到兩千六百元 累計的中獎金額直接上升一千元來到一千七百元 OK這個差距真的是終於有在接近的感覺 那就希望我們下個月可以延續這樣的好運 那如果你有看到這一集的話呢 也希望可以帶一點好運給你囉 好的那開箱不卡卡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最後最後還是祝大家都節愉快啦 然後如果你有去刮刮樂的話就祝你中獎囉 謝謝大家